米拉 打个招呼 很多老美家里都铺的地毯 那地毯脏了应该怎么清洗呢 尤其是你要有饱饱了以后 地毯应该经常清洗 这一点呢 我们家做的就是相当不到位 虽然机器买了 但是用的不是很频繁 在美国清洗地毯 你可以自己买一个这样的机器 专门的清洗机 也可以到商店去租 出于卫生考虑 我们就买了一个机器 实际上这个机器就是一个吸尘器 可以吸水的吸尘器 这个桶是成脏水的桶 放在这里 这个桶呢是装清水的桶 装满了以后放到这 它就可以工作了 我之所以用它用的比较少 是因为它是有限的 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这个机器洗完地毯了以后 干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它出水有三个模式 小中大 我一般喜欢用中或者大 一旦把出水口调到中或者大 地毯基本就是湿的 冬天基本上不会清洗地毯了 一般都是春夏秋 这个机器是在Course买的 当时做活动 我记得大概200块钱吧 我现在已经装满水了 它后面有刻度线 按照这个刻度线装水就行 一般可以往里面 你为什么喜欢做这呢 开心的 你可以往这个里面加一些清洁剂 我基本上就不加了 家里有孩子我就不加了 如果你要养狗的话 你就可以往里面加一些清洁剂 按照刻度来加清洁剂 用温水效果会更好一些 习惯了用无限的 现在用这个有限的 确实麻烦了一些 地毯清洗机在使用之前 首先你要确定 你用哪种模式来清洗地毯 这个水量就分为大中小 最大的水量 深层清洗和快捷清洗 快捷清洗 喷的水量比较少 既然是清洗机毯 我比较建议用深层清洗 或者用最大的水量进行清洗 调整完这个模式 装满水箱 你就可以开机清洗了 上面这个扶手是出水的开关 当你把它摁下去的时候 机器就按照你的设定去喷水 这个机器的开机身会比较草 给你们感受一下 感受到这个机器的噪音了吧 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机器清洗过的地毯 已经被水浸湿了 细节图也可以发现 机器是喷水的同时 毛刷高速运转 同时再把水给吸回来 夏天如果你使用深层清洁模式 或者最大出水量 地毯至少需要12个小时 才可以完全的变干 我一般是当水箱里的水 用完了以后 再重新吸一遍 刚刚清洗过的这块地毯 再吸一遍地毯上残留的水分 这样子可以缩短地毯变干的时间 客厅我现在已经清洗了三分之二了 水呢用了一桶 所以这个最大模式的就比较废水 大家可以想象这一桶的水 现在都在这个地毯上 这个地毯有多湿 刚刚我女儿还在翘脚走 现在要做的呢 不是要加水 现在要做的就是再把喷到地上的水 再给吸上来 现在上层水桶的水已经没有了 下层呢 吸了大概这些 可以看到这个水有多张 这个地毯也不是很好 可能地毯也雕塞 我每次吸呢 它都这颜色 还能吸上来一些地毯上的棉絮 这个东西不太好的设计是 它的内桶呢 是不可以完全拆开清洗的 地毯清洗机是不能替代吸尘器的 你要买地毯清洗机 还要买吸尘器 一般都是先吸尘 吸干净了以后 再用地毯清洗机 清洗一家地毯 买房子尽可能不要买有地毯的 这清洗起来太麻烦 还容易藏物纳购 如果全物都是地板 就可以用扫地机器人 这样子可以节省你大部分的清洁时间 现在整个客厅都已经清理完了 如果你真的实在喜欢铺地毯 我也建议铺浅色的 都说深色的地毯耐脏 什么是耐脏呢 就是自欺欺人 脏了你也看不见 那何必呢 家里还得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看吧这个水 多糟 你还会装地毯吗 去年的11月份 我刚清理完 有大半年没洗了 但是我每天都会吸一下地 虽然每天用吸尘器 吸一下地毯 但是地毯还是这么脏 用这个机器 还真是一个体力活的 建议家里男士朋友用 如果你要用的时间长 看我这个手 会起碱子的 还有水箱 整体上来讲还是很沉的 今天把客厅和我们的卧室 清洗了一下 明天再清洗另外两个房间 女儿的小火车明天就到了 所以我想把客厅清洗干净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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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